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如此 马荣尊德的财产 一个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了 前段时间马荣一直在闹 除了上门被揍之外 还在网上造谣王宝强出贵有资生子 现在判决下来了 将来马荣在婚内有不正当行为 这才给王宝强夺判了一些财产 但是仙子现在财产分完之后 马荣却没什么动静了 讲道理 如果马荣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自己没有出轨问心无愧 现在财产感觉少了 马荣还不得把法院闹得天翻地覆 但是现在马荣却出奇的平静 显然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但如此 马荣下面的水爵闺蜜们 也开始把口风转舵 之前天天骂王宝强 甚至还说王宝强出轨送折前期 现在判决完了也不慢了 开始使劲地洗白马荣 但是手段实在是让人无语 比如这位知名闺蜜大理斯办案 就发布了一场片吓死人的言论 他说现在新加坡不好 套莱坞演员 美国议员好多人让他给马荣牵线搭桥 要跟马荣相牵 他们听说马荣的离婚案完结的差不多了 都在等着马荣走出阴影 重新生活 同时还说马荣本质善良 陆佳 是歌曲内助 我的天 这嘴是又妻子潘金莲吧 当年 潘金莲又有这么一位闺蜜 感觉都能改变历史了 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 就这样的脑残言论 竟然真的有人信 在评论里不少被马荣这些闺蜜洗脑的网友 他们说马荣很有望风向 离开了马荣王宝强会很帅 而且还说冯钦克夫 我都觉得要证明王宝强离开马荣过得更好有点多余 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 如果不是马荣颇一无奈地缠着王宝强 现在真的幸福多了 可惜马荣现在依旧不打算收手 看来 要跟王宝强继续自逼了 可能有人不知道 王宝强现在早已成立了新的公司 北京乐开花营业 投资了今年周行驰的新喜剧之王 还给了疯狂的外星人 做了28亿票房的保底 王宝强要发达了 马荣就守着分道的那几千万过日子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